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麦子学院 永不坠落的小鸟 游戏中的人工智能课程学习 我是老师Seven 在上一节课中 我们详细地介绍了Q学习算法 我们用一个直观的例子 介绍了Q学习的这个算法的思想 公式以及它的使用过程 训练过程等等等等 那么这节课我们来看一下 Flappy Bird的 一个数学建模的过程 以便于我们更好的使用Q学习算法 什么是数学建模呢 数学建模是 把一个实际问题转换成一个数学问题 这个转换成数学问题之后 数学问题我们就可以用一个算法来进行解决 那么Flappy Bird的这个数学建模 规问到底是一个 如何利用Q学习算法的过程 Flappy Bird的数学建模中 我们需要解决这几个问题 第一是Flappy Bird中的状态和行为如何定义 第二是Flappy Bird中的这个奖励如何定义 来分析一下这个如何进行进行Flappy Bird的 如何定义Flappy Bird中的状态与行为 那么最直观的一个状态就是小鸟是不是存活 或者说是它的坐标 因为我们可以从图上中我可以标黄了这么几个部分 当小鸟触碰到这几个区域 比如说它碰到这个水管 或者说坠落到地面上 那么直接就game over了 当在其他 这个不是水管和地面的区域 那么小鸟是在飞行 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存活的这个状态 那么这个状态 我们其实可以用这个坐标来进行表示 那么一个关键的问题是 我们如何来定义这个坐标呢 比如说我定义 随便定义这样的一个坐标系 这样做当然是可以的 当我们发现 在这个坐标系下 我们需要考虑的因素就比较多 比较复杂了 因为这个水管的高度是不一样的 这个我们除了需要考虑这个小鸟的位置之外 还要考虑这个水管的高度问题 因为这个水管的高度 小鸟在同一个位置的时候 这个水管比较低的时候 小鸟可以正常通过 而小鸟在同一个位置 这个水管比较高的时候 就像这里 当这个水管比较高的时候 小鸟碰到它 那么直接就game over了 那么当这个水管高度比较低的时候 比如说小鸟的高度 它保持一直保持这个高度 在你飞行的时候 那么它是可以通过这一根水管的 所以说我们直接以这个mo 在这个游戏中 随便定一个坐标系是不合理的 我们需要寻找一个更加合理的坐标系的一个定义方法 那么这里我们注意到 两根水管之间的这个高度是一致的 这也是这个游戏比较 这个游戏模型便利的一个地方 那么由于它这个高度固定了 我们可以设计一个更简单的模型 一个更简单的这么一个坐标系 这里我们引出一个相对坐标的概念 如果我们把这个坐标原点固定到地面 或者什么其他地方的时候 刚才也大家演示中大家也看到了 需要考虑小鸟的位置 还需要考虑这个水管的位置 那么如果我们使用这个相对坐标呢 比如说我们把坐标定义在这个 两根水管中靠下的这个水管的最右边的这个位置 我们把坐标原点设置在这个位置 或设置在这个位置 设置在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发现 当小鸟通过了这个Y9之后 那么在到达下一个水管之前 在到达下一个水管之前 它这个问题就被我们简化了 因为不论这个水管高度是这样的高度 还是这样的高度 还是这样的高度 那么我们所需要考虑的 仅仅是这个小鸟的位置即可 水管的这个位置 也永远是固定的 因为这个高度是固定的 这个水管的宽度也是固定的 那么我们知道 当这个小鸟只要进入了 这个坐标系的这个区域 以及这上面这块区域 那么小鸟一定是game over了 那么在这里也一样 我设置这边的主要原点 如果小鸟在这个位置 或者说在上面这个区域的位置 它肯定是game over了 那么在其他空白的区域 它就是存活状态 那么这就是首先第一个 这个状态的设定 我们利用一个相对坐标 来简化这个整个的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这里我们只需要考虑 小鸟的这个坐标即可了 因为这个游戏中 每一个水管的这个坐标 会提前告知我们 我们从程序可以获取到 每一个水管的这个高度 所以设定这样一个相对的坐标系 是比较容易的 而小鸟的这个位置 是由我们人来控制 还有程序他自己控制 两部分综合作用在一起的 那么我们知道了这个状态之后 那么什么是我们的目标状态呢 就是怎样在训练过程中 保证一个episode结束 我们可以发现 因为每通过一个水管之后 就相当于完成了一次任务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进入了下一次的这个训练过程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 当小鸟通过了这个坐标系的Y轴之后 也就是说小鸟能够不碰到水管 在存活的情况下 通过这一块区域 那么这一块区域 都是我们的这个目标状态 只要小鸟能达到这个Y轴这个位置 当然前提是他不要碰到这些水管 那么我们就认为他到达了这个目标状态 那么动作呢 这个动作就很简单了 小鸟的这个click or not click 就是小鸟跳跃或者不跳跃 这两个动作 当然这个其实是我们直观上的一个动作 那么实际上你点击和不点击 改变的只是这个鸟的运动轨迹一样 它的这个问题实质上和迷宫问题 是有一点类似的 我们点击或者不点击 其实改变的只是这个鸟的运行轨迹而已 那么比如说这个鸟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如果我们不对他进行点击 那么他下部的状态转移是往这个方向走的 那么如果我对这个鸟点击了一个动作 那么他下部的这个转移动作是往这边的 所以其实我们定义这个他的动作 click or not click 其实是定义了他的两个状态转移的一个方向而已 那么奖励呢 这个奖励和刚才这个迷宫就不太一样了 因为在奖励过程中 我们的这个目标很明确的是只有一个状态 那么这里我们的目标是通过这么一块区域 那么这是一个比较出向的东西 我们没有办法很准确的给出这么一个第一 如何这样做是最好 能够到达这个这块区域 那么但是从这个游戏反馈的数据 我们可以知道 当这个小鸟他还存活的时候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我想要的结果 那么当这个小鸟撞到垂管上 或者说落到了地上 那么这个结果不是我想要的 这是我就给他一个负的反馈 所以这里我就给出两个非常直观的这么一个奖励 这个鸟活着living 那么就给一个正一 如果game over了 比如这个鸟撞到了这个水管上 也就是说当他的这个坐标 鸟所处的这个坐标区域到达了这个水管 或者到达了地面 我就给他这个给他之前这个动作 一个付1000这么一个负的反馈 那么整个这个flipboard中 他也需要有一个R矩阵和这个Q矩阵 也就是我们的奖励矩阵以及决策矩阵 那么如何定义奖励矩阵和决策矩呢 大家可能会联想到这个前面的迷宫问题 这很好 但是我需要指出的是 flipboard与迷宫问题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当然也有一些一样的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首先 他与迷宫问题最大的一个不一样 也很直观的看 就是这个状态数量明显增多了 因为刚才那个迷宫只有这六个状态 而这个鸟他所处的坐标太多了 可能有几千个这个可行的坐标 这个状态数量非常庞大 我们也没有办法用用人工来完成这个过程 那么第二个是这个状态表示 那么在刚才的那个迷宫问题中 我们这个状态表示很简单 只用一个数字代号表证 表示他在哪个房间 只用一个数字就可以进行表示 那么这个鸟呢 他这个状态表示 他是一个二维的 他在这个相对坐标中 某一个位置的一个 我们来表示鸟的位置 所以他首先至少 他有xy两个值来表证 这个鸟所处的这个状态 以及他是否存活或者死亡 那么另外一点不一样的是 鸟的这个转移关系 也和之前大有不同 在迷宫问题中 转移关系 从某一个状态到另外一个状态 我们很直观地画一条线 状态就可以转移过去 那么在Flappy Bird中 这个鸟的位置转移关系 它是由我们这个点击和不点击来 完成的 我们没有办法说 用一个公式或者方程 来表示这个过程 但是当你 他这个是由游戏内部的引擎来决定的 这个鸟 你不点击他 不点击他的话 他下一步会出现在哪个坐标 你对他进行了点击 那么下一时刻 他出现在什么坐标 所以这个转移关系 和之前的迷宫 也大有不同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 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这个后面一说大家就明白了 那么相同的点其实也很简单 因为首先这个Flappy Bird 它和迷宫问题一样 也是一个决策问题 你在某一个地方是该点呢 还是不该点 这都是一个决策问题 那么另外一点相同的是 他们都可以用这个Q学习的思想 来进行一个解决 因为决策问题嘛 他都可以用这个Q学习来概括 来解决 首先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 它也存在一个 长期的这个奖励 这么一个过程 比如说 当鸟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们无论进行怎么样的点击 因为这个鸟的 它轨迹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你无论进行怎么样的点击 它都很可能会撞到这个水管上 所以说 当你到达这个位置的时候 已经提前了 告知这个鸟 它后面你不管如何操作 都会进入一个game over的状态 所以 这个你 之前的某一步的操作 对后续的结果 都是会有影响的 这也就可以用Q学习的这个思想 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更量化的一点 来描述这个 R矩阵与Q矩阵 也就是这个 奖励矩阵和这个决策矩阵 我们在这个途中 画了非常多的这个方格 也表示这个坐标 那么我们前面也说到了 我们设置 这个下方水管的 这个右上角这个点 作为坐标圆点 那么我们整个 划分了非常多的方格 我们以这个鸟 鸟嘴巴 右下方这个点 作为我们的参考点 因为这个鸟的话 我们不需要考虑 整个鸟的全体部分 我们只需要考虑 鸟身上的一部分 即可 因为你选鸟身上任何一部分 任何一个方块 作为参考点 都可以 因为 这都是一个 这个积极学习 自动学习的过程 你所选的这个鸟身上的点 参考点不一样 那么最终形成的这个 Q矩阵也是不一样的 这个都没有太大影响 那么这里呢 我们选取这个鸟 鸟嘴 右下方这个点 作为我们的参考点 来完成整个 这个Flight People的数学建模过程 那么划分了这么多的小方格 其实就可以表证 这个 这个参考点 在某一个方格这个位置中 它所属的这个状态 它应该进行怎样的决策 那么这里呢 我把这些方格放大 其实就是我们 把这些方格定义成一个 二维的数组 在这些数组中 我定义了两个属性 就是C和NC 表示Click 然后另外一个NC 就表示NotClick 就是表示 我在某一个坐标 是该执行点击 还是不执行点击 那么这两个值 都是一个 这个根据我们刚才 所设定的那个奖励词 利用QQ算法 在这个游戏运行过程中 不断地对这个值进行更新 那么可以看到 这个Q矩阵 与刚才我们迷宫问题的那个矩阵 就有很大的不一样了 这个也是大家 需要去考虑这么一个问题 虽然这个形态不一样 但是它最终 所能完成的这个工作和功能 依然是不变的 那么在我们最后 这个Q矩阵训练完成得到之后 这个游戏就可以利用这个矩阵 来完成决策了 那么比如说当这个 这个小鸟处在这个点的时候 它会观察 这个矩阵中的这个元素的两个属性 C和NC Click or NotClick 那么它会寻找那个更大的值 来完成它下一步的决策 比如说如果它在这个点的时候 发现不点击的话 这个奖励值会 这个Q值会更高一点 那么它就会在这个点 它就不进行点击 那么到 当它不进行点击到达下一个时刻 下一个状态的时候 我们继续按照这个准则 观察这个矩阵中 C和NC的值 来完成自己的这个操作 那么基本到这里 Flappyboard的数学建模过程 就完成了 完成了这个Flappyboard的数学建模过程之后 我们可以开始编写程序 来实现这个Flappyboard的AI了 这节课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后续会带着大家 一步一步的完成Flappyboard的 这个游戏中的人工智能的一个 小程序的编写 谢谢大家